近期,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。 总的目标是,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, 开展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验, 突破掌握载人低月往返、月面短期铸流、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, 完成登、巡、踩、沿、回等多重任务, 形成独立自主的载人月球探测能力。 针对这一目标,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, 在前期关键技术公关和方案论证的基础上, 以全面启动部署,研制建设工作, 包括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, 也就是长征10号运载火箭, 新一代载人飞船、月面着陆器、登月服等飞行产品, 新建发射场相关测试发射设施设备等。 后续,我们将强化科学管理,强化竞争择忧, 强化开放合作, 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, 确保如期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